然後,然後,the title is,那個,那個,不好意思啊,那個title就是Unify Containerizer,然後是我們推進的一個方式在你的生產環境中輪到個container 然後,就是整個talk的那個大概情況就是說,我先會講一下那個Mesos裡面怎麼做container,然後再,然後再那個深入的講一下 那個Unify Containerizer是怎麼work的,然後,包括他一些architecture,然後怎麼支持多種那個技巧的格式,怎麼支持網絡,什麼支持存儲,完全方面的一些特性,然後怎麼去加入自訂的一些拓展,然後,最後那個,可能我 skip了,因為明天有一個 keynote 是講那個怎麼支持那個 domestic container,所以我就,最後也就不講了 然後,這就是Mesos的一個整個architecture,你可以看到就是說,可能有些人已經比較熟悉了,然後,對於那些不熟悉的,你可以想看就是說,整個cluster裡面有多個Mesos Master,可能三到五個Mesos Master,然後每個機器上有一個Mesos Agent 然後,然後,agent會跟那個leaning master去report那些resource,然後,agent跟container之間有個component叫containerizer 所以containerizer的功能其實非常簡單,就是說,它就是一個在那個agent跟container之間的一個component,然後它負責啟動更新和小回容器,然後也包括提供那些容器之間的隔離,加上它會揮報一些容器的狀態,或者是那種統計信息 然後,這就是大概一個架構,其實我去想就是說,containerizer是一種一個component,然後它是所有Mesos,你要跟容器相關的一些槽頭都要經過containerizer這個component 然後,現在其實Mesos它是支持兩種containerizer,就一種叫doctor containerizer,一種叫Mesos containerizer 所以,docker containerizer它其實就是把所有跟容器相關的工作全部交給了docker demon來處理,比如說,比如說你要起送和小回一個容器去告訴docker demon,起送docker run,或docker stop 然後,另一種方式是Mesos containerizer,然後其實這個是存在在不理,docker containerizer要久了,因為最早Mesos寫的時候都沒有docker存在 所以說,最早開始我們寫Mesos containerizer就是說,用一些調整的,離內型的一些feature,比如說C-groups,或namespace 然後,然後,那個Mesos containerizer的架構是一個blogible architecture,就是說能比作任意的拓展和延伸 然後,其實你也發現其實有兩種containerizer,其實在data production那個環境中,Mesos containerizer是用的比較多的 比如說,Apple,Twitter,他們都是用Mesos containerizer 它其實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待會我會講不到 然後,最近我們做了一個工作就是說,在Mesos containerizer裡面,我們加了那個docker鏡像 像Ate鏡像,或者說OCI鏡像,張青年也在這邊,然後我們就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加了這些鏡像的支持,也就是說你可以支持你用Mesos containerizer 使用一個docker的鏡像,然後沒有任何的docker dependency 也就是說,你不需要在你的機器上裝docker domain,也可以run你的docker container 然後,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我們把Mesos containerizer 相對於改名了一下,因為我們想要讓它體現出 它可以處理很多container image,所以就把Mesos containerizer 變成了叫做Unified containerizer 就是那個名字有來的原因 然後,想簡單講一下為什麼我們要做Unified containerizer 其實有很多原因,其實就是其中一部分原因 然後,我只是列了其中四條 就是說,一個原因是因為每天兩個containerizer就比較麻煩 因為每個Beacher家的時候,我們都要去更新兩個containerizer 然後,還有一些Docker,我會具體講到Docker的問題 然後,還有其實我們想支持多種鏡像格式 因為Docker它就是支持Docker它本身一種鏡像格式 然後,我們可能需要支持其他的另外一些鏡像格式 比如說OCI 所以說,不能直接讓Docker第一人來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一些,還有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要加那個拓展 然後,有一些拓展,我會講到為什麼我們這些拓展沒法用Docker的DMI來做 然後,這是我前面講的第一條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Unified containerizer 第一個原因就是說,每天兩個containerizer其實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就比如說,每當你加一個新的feature 比如說GPU,persistent volume那些feature的話 你就要去更新兩個containerizer 然後,這就會導致很多那個重複的代碼 然後,重複代碼它意味著就是你的複雜性的身高 然後,就變得比較難去maintain 然後,有些情況下你會發現 你有兩個containerizer的時候 你有些resource,比如說是一件全聚的資源的話 你需要兩個containerizer之間去協調 然後,那就比較難做 比如說GPU,或比如說有些網絡上面一些資源的話是全聚的 你不能說一個containerizer有FoodControl 所以說,去做這些coordination就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然後,第二個我講到的原因就是說 Demon其實它有很多問題 你看這些feats就是我從網上直接拉下來 就是說,很多就比如說Kubernetes 那個community的那些人都對DockerDemon的問題 是有一大堆contain 所以說,這邊有人就說,比如說我們要forkDockerDemon 或者說,這邊有一篇hackernews上 那天衝了很高一篇文章 就說了為什麼還會那個葡萄圈裡面碰到了DockerDemon的問題 所以說,你可以去查一下,就是網上還有很多 然後還包括中文翻譯的一些 那個article 來說DockerDemon的問題 所以說,我們其實 經驗的話,就是說 我們跟客戶很多經驗來累積一下 就是說,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support的問題 不是Masos或DCOS本身的一些問題 而是DockerDemon的一定性問題 然後,還有一個原因 我們為什麼要做Unified Containerized 其實是因為,我們要支持多種的鏡像格式 不只是Docker鏡像格式 比如說,我們要支持OCI 然後我們要支持FC 然後,就是那種其他的鏡像格式 還有一個鏡像格式叫CMFS 然後,因為這個是我在今年Masos.com 北美的時候給了一個套關於這個鏡像格式 然後這個鏡像格式 然後這個鏡像格式是 大概會有一個Demo 就是這個鏡像格式 是一個比較好的鏡像格式 因為呢,你DockerImage有個問題 就是說,你那個registry是在一個 Centralized Location 然後,當你比如說你激情 那個規模比較大的時候 你比如說有10000台Node 或幾千台Node 然後,你同時要從一個registry 拿去Pool一個Image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最後的那個瓶頸 其實是在你的網絡上面 然後,因為,比如說你以前還自己 同時補一季的網絡 你那個路由器或者是Search 可能就承受不了 然後,然後CMFS的好處就是說 即使你的application它本身 雖然說你那個Docker鏡像可能是一季 但是你實際上用到那些 Library或那些application binary 可能只有幾十兆 然後,你為什麼是要去把那個一季都下來呢 然後,CMFS的做法就是說 直到你要用到那些Library或Binder的時候 你才會去下載那些Data 然後,其他你沒有touch到的那些發 你都不會去下載 然後,就是做了一個on-demand fashion的功能 所以說,會解決一部分 就是部分解決那個registry的問題 然後,待會兒也會看到一個demo 然後,還有其實一些印象格是我們想支持 就比如說host file system with power system jars 這是其實很常用的一個功能 就是說,比如說我要用一個java的application 我的dependency只有jvm 我只有jvm一個dependency 然後,我有寫jar 然後,我不需要有任何其他dependency 然後,這種情況下 我就沒必要用包括container 你可以直接說我用host file system 因為我唯一dependency就是一個jvm 然後,已經裝在host file system上面了 然後,我就把自己的jar 從某個distributed file system 附下來的一個,比如說hdfs 或者在cloud裡面有一個s3那種 然後,你會發現 其實host file system with power and jars 是用的最常用的一種image格式 就是說,在production裡面用的最常的 比如說Twitter and Apple 其實都沒有用短刻進行 因為短刻進行有很多問題 所以說,他們就是用host file system with power and jars 來處理這個image distribution的模型 然後,你可以自訂自己的image 這都沒有問題 然後,最後我想講到為什麼 我們要做一塊container writer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想支持那種拓展和 就是說,比如說Docker even它只支持 比如說,只有部分的東西可以拓展 比如說,網絡和存儲 網絡它是用limnetwork 然後,storage可能是用Docker volume driver 然後,早上,這個草片也講到了 然後,但是其實沒social支持的不止折型 沒social支持很多的東西可以被拓展 比如說,我要做那個disk quota enforcement 我要保證我那個task不用到 他比如說,申請了4G的disk 他只能用4G,不能超過用4G 然後,還有一些security extension 比如說,我要scan我所有container裡面的disk 去保證它那邊沒有那個完全漏洞 所以,這也是一些security extension 然後,比如說,我們還有一些special hardware 比如說,GPU 也需要對那個containerization的那個technology做extension 然後,這個 就是,還有很多其他的 就是說,不單單支持Docker支持這些 然後,往Docker裡面加一些extension 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說,下面我們是從此好會具體講 那個unipad containerizer的具體架構 然後,我們是怎麼樣support 那個storage and security 在開始之前,可能就是我在重複一遍 早上11點半那個talk的一個小調查 就是說,在座,因為現在在座好多同學都不一樣 會有多少位就是使用DockerDemo 在production裡面的 請注意一下,好嗎? 然後,那有多少位是使用Masus在production裡面 然後,那有多少位在座呢? 是聽說過unipad containerizer 就是,我們實際上 unipad containerizer是Masus 0.28的時候就有了 好,那大概是在2月份,2月底的時候 我們的0.28 release 我們宣布了一個experimental version 然後呢,後來在1.0的時候 我們加了好多feature 包括,章前的一些CNI的feature 然後呢,包括Docker volume的feature 然後,回到這個主題上 就是,unipad containerizer 就是我們,它是一個 就是,我們之所以 剛才宇傑講了 所有的就是我們做它的原因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開始看一看它 大概的架構 然後,這個,unipad containerizer 就剛才宇傑介紹的 它是based on原來的Masus containerizer 然後呢,Masus containerizer 它有一個很好的架構 然後,它是就是 它能保證它是pargable 然後呢,extentable 然後呢,它很方便的 給各種各樣不同需求的用戶 做它們自己的customization 然後,所以說 在生產上它是 絕對適合 而且清亮 而且銀光在那裡 然後,大家來看一看 在unipad containerizer裡面 它主要有三大組件 首先是launcher 然後,現在有三個launcher coxylauncher linuxlauncher 還有windowslauncher 然後,它是負責就是管理進程的 管理整一個進程的life cycle 然後,還有其次是isolator 然後,isolator 現在Masus裡面 大概有將近20個 甚至20多個原生的isolator 然後呢,不同的用戶 它們都可以就是開它自己 進行不同的isolator 火快 然後,進行不同的功能 不同需求的功能 然後,它實際上它的作用就是continent life cycle book 然後,它可以根據continent 不同過程 在一個continent 它起之前 在它的run time 在它起之後 都能有不同的操作 所以說,它是一個很方便的架構 去進行一些extension 然後,provisioner 這是我們在介紹 unify containerizer 專門加的一個component 然後,provisioner 它是專門負責於就是image provisioning 就是,好比說 就是一個docker 你想要有一個docker image 但是你想要運行它 同時不使用 Docker Demon 然後,你就需要先把它給布下來 先把它給fetch下來 然後呢,這permissioner 在fetch下來之後 都在本地有這麼樣一個image 你需要把它拿過不同的backhand 我們有copy backhand 我們有overlay fs backhand 然後,我們有aufs backhand 然後,根據不同的backhand 把它拿到特定的位置 然後呢,就是我們的continent 就是continent roofs所在的地方 嗯,對 對,這就是 這實際上就是一個launcher的detail launcher 它就是專門負責進程的管理 剛才提到的 然後,它主要的那個 主要的那個 責任就是在於 它需要去spawn 一個又一個的continent 然後呢 它需要就是負責去 cue container away container 就是說,如果任何時候想要 就是 cue一個continent 它會send一個cue的signal過去 然後呢 一個cue 然後呢 就把這個continent的進程 給它 給cue掉 或者是 就是 當一個continent terminate的時候 它會wait wait for this exit status of the continue 然後 就是 待著continent結束 或者是 continent 遇到什麼情況 中途 掛掉了 它也能反回一個錯誤的 exit code 然後 我們現在 剛才提到的就是 我們有三個support 我們的launcher 然後 我們現在選擇launcher的情況 就是 我們有一個agent frag 你可以如果你的agent frag 選擇你需要的launcher 然後呢 當你沒有specify 你的agent frag 的時候 那個 會根據你的 你的 你的機器 你的那個 host的機器 自動的選擇 合適的launcher 然後 這時候 那些 isolator isolation 上面 它就會選擇到 你所應該需要的siggoo isolator 然後 進行siggoo上的那些cpu memory的isolation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是我們 實際上是我們這個isolator 其實isolator 在mezos裡面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然後 各種的各樣不同的公司 他們根據他們所不同的需求 都會開發很多很多isolator的火塊 然後這就是 為什麼我們會說 就是 mezos 是一個 extendable 一個很容易進行customization的原因 然後 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 這是 在那個什麼 在這個isolator的interface裡面 首先 是 prepare prepare 它所進行 它所進行的事情就是 在container launch之前 它可以就是把這個container 所需要的任何需要做的準備工作 好比說 buy mom or warrior 把一個卷 掛載到你的container的一個特定的位置 或者是還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好比說你要需要找到一些特定的configuration 它都可以在prepare裡面 isolator的prepare裡面進行實現 然後 post-launch 就是 在 無論你是 就是我們支持nasticcontainer 然後 就是 無論是在pare 還是children的contact 我們都可以進行isolating操作 然後呢 isolate 就是去進行 各種資源的那個 隔離 然後 包括在那個isolator 一個又一個的isolator 在我們container 就是life cycle結束 terminate的時候 我們需要進行clean out 好比說 你有一些metadata 在你的一些路徑裡面 你需要把它進行清除 好比說 你有一些掛載 然後 你先前在prepare裡面 曼錄的時候 你的那個clean out 它是有責任 去把它曼錄掉的 這樣子 它也 非保證 你的post-bound table 不會被 messed up down 然後還有其次的就是 resource update 這個是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interface 在isolator裡面 如果我們用到 Cgoogle Isolator 那個 CPU 和memory 它都會 它都是屬於resources 然後呢 我們 當你 變換了一些pass 的時候 你的那個resources 可能會變換 我們需要看到 update 去把這個resource update 掉 然後 resource implementation 就是 當我們用watch 的時候 就是它的update 有點像 就是說 我們需要去 去監控 它這個resources 它是怎麼樣 進行變化 然後 這個是個很其次 是有recover 就是說 Mezos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recoverable 你的那個 container那個時候 有可能掛掉 無論是由於那個application的責任 還是由於機器的責任 包括agent也有可能掛掉 所以說Mezos的一個很大的特點 就是說它支持 它是recoverable的 當你任何時候掛掉的時候 你都能把這個重新 把Mezos重啟起來 然後agent重啟起來之後 你是可以找到原先的狀態 然後呢 繼續你原先的工作的 所以說這recover就是保證啊 你這個isolator在掛掉的時候 可以很快的 這個重新之後 可以繼續正常的進行工作 然後你限制就是 對那個statistic 或者status 進行高高 這個的話 是一個例子 就是說 對於這個seeker isolator seeker memory isolator 它整個從 從prelaunch開始 它整個如何對 如何對這個container 貼心有關力 然後 首先是 大家看到就是 這個isolator prepare 它會拿出一個launch info launch info launch info的話 它是一個 它就會create一個seeker 然後 給這個container 用來在manjseeker 的那個hierarchy 裡面 在director裡面 給你一個seeker 這是專屬於這個container 然後launcher就會 create一個seeker 一個seeker 一個seeker 然後呢 這個seeker 是專屬於這個container的seeker 然後這時候 這個它就會 brock 用通過一個tie 把這個container brock去 然後再 讓它 體質繼續往下走 然後這時候 isolator 是任何的isolator 因為這時候 在 這個seeker 之後 它會有一個pid pid會反過來 然後呢 isolator 會通過這個pid 進行不同的isolate操作 然後呢 好比說 在memory isolator裡面 它就會 把這個pid 移到這個mrc 部裡面 然後 然後 當這個isolate 完成了之後 它會直接 send一個signal 讓這個container 繼續 執行它 該執行的command 然後 這就是 unblock之後的exit 然後 然後 我們可以在這裡 拍的過一下 就是 就是實際上 這是有兩個進程 然後 我們在 Mesos裡面 agent是一個pid 然後 agent當它需要 就是 發起一個新的task 到exputer的時候 它可能會 就是 它就會 扣到這個isolator的update 然後isolator的update 它就會 change這個signal 在這個signal裡面 就是它memory的一些設定 好比說這個limit invites 然後呢 把這個task 就是傳送到 這個executor裡面 然後 這個是 這個是 在這個container 結束的時候 然後 它會 agent process 它會 send一個就是 我需要 destroy這個container 然後呢 或者是 queue這個task 然後 它就會 接觸 它就會 它就會 擴到這個 containerizer 然後 containerizer 它會 擴到每一個isolator的 然後去 根據不同的需求 去把這些 残留的任何東西 或者是 慢慢的還是能見 給它 清理乾淨 然後 這個就是我們 已有的isolator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可以迅速的 把這個功能給過一遍 然後 seal isolator 這個是 最近我們把seal isolator 做了一個 seal isolator 主要是 號叢和張錢 兩個 非常出色的 committer 然後把它完成 然後 它 好處就是在於 只有通過 一個的seal isolator 然後 有不同的subsystems 無論是 cpu 還是 那個 memory 或者是未來 我們可能會有 blog.io 它都可以很輕易地 加到這個seal isolator 裡面去 disk isolator 就是我們現在有兩個 一個是 它可以 就是 監控這個 disk 的 usage 然後另外一個是 xfs 主要現在主要是蘋果的 蘋果 蘋果佔用 biosystem isolator 然後主要是 有 poxic isolator 還有這個linux 然後如果使用到 vdisk isolator 的話這個 biosystem linux 是一個 vr的選項 因為它基於 netspace的subs 這個 然後 volume isolator 就是一個 Docker volume isolator 它提供的是一個 外部儲存 今天早上的一個 11點半的時候 已經講過了 然後 Network isolator 現在我們有 就是 cni isolator 然後 是張錢 還有 Evanash 還有 語節 主要 貢獻出來的 然後 poxic isolator 是以前的一個 網路的解決方案 它都是 它們都是現在在 Mesos的那個report裡面的 然後 GPU isolator 現在是 就是 它是 大概半年前的時候 做出來 它是支持 Mesos Content Advisor 就是 support NVIDIA的GPU 然後 現在它 應該是 就是在這一個月 它支持 NVIDIA 現在同時 有一個文法在旁邊 在隔壁 在講這個 嗯 然後我們還有 面 space isolator 就是提供 給每一個 continent 提供不同的 p-面 space 然後呢 還有我們會有 sql-面 space 對每一個 隔離 然後 在這個 Mesos isolator 裡面 我們現在有個 capability 和那個 r-limit 去進行這些 安全上的一些 加上一些安全上的一些 可選操作 我們提供的capability 嗯 這個continent image 就是 一開始說到的 就是 嗯 可以 就是 通過 可以用去不同的 Docker image 然後呢 把它run在 Mesos上面 完全不依賴於 Docker demo 我們都相對應的 我們也支持 XD image 然後呢 完全不用依賴於 它們的 rocket 所以說 Mesos 可以就是 支持各種各樣的 不同的 continent image 在Mesos上面 然後呢 你可以有 qually control of the life cycle of the continent 嗯 它好處在於 就是說 我們沒有了 一個 dependency 然後 不用依賴於 Docker demo Docker demo 的話 這個坑 在座 剛才舉手的 有部分 就是 有部分 舉手的就是 使用Docker demo 在搭訕上 相信你們 可能也遇到了一些 Docker demo 它可能 有一些問題 就是說 它中間可能會 hap住 比如說Docker instead 的時候 有時候 Docker demo 會 沒有原因的 掛掉 或者是 沒有原因的 導致你機器的重啟 然後呢 Docker demo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有可能會 bripping 就是說 它有時候 它有好多 各種各樣的掛載電 好比說 Mount M&T sdash Mount 那些掛載電 當那些掛載電 被佔用的時候 它可能就不亂的重啟 這些都是 Docker demo 潛在的一些問題 然後 我們 就是 做這個 Univine 它就可以完全擺脫 Docker demo 的依賴 Agent Restart Android 然後這個 我剛才提到的 就是 就是 可重啟的 Vasus 它就是 因為擺脫了 Docker demo 然後呢 Docker demo 在重啟上 它會 有時候它會 Lost everything 然後呢 所以說 當你沒有了 Docker demo 然後 依賴於Vasus ContentVisor 你在Restart 一個Continent的時候 你可以繼續 這個Continent 之前 先前已有的工作 嗯 然後 這些也是 也是我們 當時做的一些原因 剛才我們都有提到 就是說 加上不同的Isolator 做Customization 然後呢 加上各種不同的 Extension 嗯 這個是 剛才的一個列表 以前提到過的 就是 支持各種各樣的 Image Image format 嗯 嗯 對 這個都 剛才都提到過 然後 對 現在是Permission 很快的過一下Permission Permission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組件 在Unify ContentVisor裡面 然後 剛才提到的就是 它有一個Store 然後呢 支持各種各樣的 不同的Image 我們有Docker Store FC Store 然後呢 很快也會有 然後張前 有一個OCI Store 然後支持各種各樣的Image 然後呢 Backhand 剛才提到的 現在我們有四個Backhand Copy Backhand OverlayFS Backhand 還有Buy Backhand 還有AUFS Backhand 然後呢 在生產上 我們會強烈建議大家會使用 那個 OverlayFS Backhand 因為 有一些大公司 他們的一些鏡像 可能會 5GB 7GB 甚至十幾GB 然後呢 如果你有Copy Backhand 的話 它是一個特別 昂貴的一個選項 它可能需要 花好長時間 然後佔據好長 好大的空間 然後呢 去進行 Copy 然後呢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使用到 這個Linux的一些 比較新Linux version的一些 Feture 就是OverlayFS 應該是4.3還是4.4吧 我記得 嗯 Store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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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是可以 extended的 然後我們可以寫 各種各樣的Store 它可以作為一個模塊 在這個Noiser裡面 然後 現在我們有兩個Store Docker FC 然後呢 很快我現在這些都提到了 然後 我們的Betcher 也是 是可以Customization的 就是說 我們Betcher它可以作為一個Module 然後呢 用途可以根據不同的需要寫 他們各種各樣的Betcher 所以我好比說 當你需要有 需要鋪一些Image的時候 同時鋪幾千台機器 去鋪一個DockerImage 或者是什麼Image 你可以加一些自己的 好比說 P2P的一些Linux 去implement Feture 然後呢 他們可以通過P2P的一些 算法 然後呢 互相去取這個 已有的那個Image 可以減少一些網絡上的一些 負債 嗯 接下來是 這個 對 還有一個 這個Demo 就先過 還有後面還有一個 嗯 然後現在這個是一個 Continue Network 這個是CNI 然後 由張錢 余杰還有 還有那個 大年前 大年前 寫出來的 然後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網絡解決方案 對於Unified Continuarizing 然後它主要就是 CNI它是一個 specification 然後我們來自於 co-os 然後它是一個 對於 continent networking 然後 有好多的 不同各種各樣的 就好比說那個 嗯 Telicode 好比說 應該在後面都有 嗯 嗯 還有 IPBDAC 然後還有 Frendel 他們都會有各種各樣不同的 那個 Cockin 或者是 module 給對於 CNI 所以說它可以很簡單翻面的使用起來 嗯 嗯 嗯 使用著Isolator很簡單 它就是一個 agent break 然後呢 通過 -isolation network cni 就可以使用起來 然後我們都有很充足的 充分的一個 Documentation 在Mathos的主頁上 可以這個去看一看 嗯 對 這些都cover到了 然後 嗯 為什麼我們會選擇CNI 就是我們當時所面臨的選擇 就是說 Docker 它的那個網絡解決 它是有Docker的那個CNI Compinor Network 應該是module吧 對吧 然後 然後那個 當時的話 它是因為CNI 它是更加簡單 更加少了一些依賴 對於其他 所建的依賴 所以說 我們當時沒有選擇Docker 這個包括Docker 他們自己內部也是承認 CNI 是比CNI 更加清潔的一個解決方案 然後 然後 同時CNI 它是被Kubernetes使用的 然後 它有很多的Pockins 來自於不同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包括Caleco 他們都有好多好多的Pockins 寫給CNI 所以說 用CNI就是一個很快速的一個解決方案吧 嗯 然後它還有一個特別明瞭的一個 就是 Separation 以及 Network Management 就是說 它可以把 Container的內容 還有它的網絡的管理 完全的分割開來 然後做一個橋梁 去支持一個 去提供一個 Container的一個網絡解決方案 嗯 然後 iPen也有它自己的那個 Pockable的一個 interplace 嗯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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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I Isolator 然後 然後呢 它會 它會把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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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這個 然後呢 去 你要去 製一個 然後呢 去 它包含一些 Nets UTS 還有那個 然後去 去製一些 Nets 然後給這個 CNI 然後呢 這個 然後呢 CNI 然後 然後 這個 就會製造一個 Superset 然後 那種 Compater的Superset 也會一樣的 跟那個 Berberry Isolator一樣 會被 Glock在這個派上面 然後這時候 這個 CNI Isolator 它就會 叫做Isolate 然後呢 根據這個 EFOP 出來的這個 配置 然後呢 去 嗯 然後 這個 就會 製一個 Netspace 然後 然後呢 給這個 EFOP 然後 章前應該是 在 今天還是明天 會有一個專門CNI的討論 大家可以 參加那個討論 去 關注一些更多的 DETAIL 嗯 嗯 這個 也是 就是 一個很簡單的討論 告訴大家 就是做 當你 看到 Terminates 的時候 如何去 去 把 該清理的 都清理掉 嗯 這個是一個 Storage 就是 Docker Volume 就是 今天早上 其實已經介紹過了 大概11點 的時候 所以 就 不相信 在這說 嗯 然後這是一個 Security feature 然後也會有 Benjamin 還有那個 Sweet 還有Jay 嗯 福建蘭他們也會在 另外一個talk 在旁邊的 嗯 裡面會講到 這個Security feature 最重要是 Seport 就是 Linux Capability 然後呢 Setcom 還有那個 Netsbase 的一些 未來的計畫 都會講到 這些都是 關於 用力安全的 嗯 嗯 對 這些都講到了 就是Launcher Isletic 和Pervition 然後 各別的作用 和他們主要的功能 然後 這個的話 明天 有一個Kino 去專門 談到這個 Nesti Container 還有Task Group 這些最新的 Vasus Features 所以說我們今天就不細說了 對 然後這個 Nesti Container Support的話 就明天早上 Kino會具體講到 到底是怎麼做的 然後 嗯 就highlight這個feature吧 然後我就不 不具體講 它的那個highlight的確就是說 你可以 support任意層數的 Nesti 也就是說你 像比如說 Kubernetes 它可能是兩層的 Nesti 但其實沒sauce裡面 你可以做到 最後的限制 你可以做到32層 因為這是一個32層 然後 然後 它可以 跟前面 Gilbert講到 所有那些 Iselator 所以你可以reuse 所有那些 Iselator 然後 還允許 比如說 上Kubernetes那個pod 它其實是static 就是說 你define一個pod stack 然後裡面有兩個container 然後你就沒法再create 一個新的container dynamically 然後這個feature 可以說你起來以後 我有兩個container 然後後來你發現 我要run一個backup job 我要再launch一個新的container 在那個pod裡面 你可以是 其實在Mazos 你可以做這些事情 你不需要去重新create 一個新的pod來做這些事情 然後明天會講到這些 是怎麼實現的 然後我這些就skim了 然後 主要是 為了 給你們看一個demo 然後 你好 你都放下那個demo 因為 本來想做了一個demo 然後想 然後這邊 沒法插我那個mac 所以 只能把那個demo錄下來 然後 講一下 然後 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說我先demo 你可以拍container 然後我就是 就是在common line裡面 我就先起一個 先起一個 先起一個 然後 起來以後 我到那個UI去 看一下 對 我就到那個UI去看一下 就是在我那個 VagrantBoss上 一個 然後你看一下 然後這時候還沒有 agent to register 然後 然後我go back to 那個UI 那個CI 然後這是我launch 那個 我的agent的那個flag 我spat 一些isolator 比如說 是docker runtime 一些 然後那個image provider 是docker 然後 就把這個 agent起來 然後我再到那個UI 回面看 然後你刷新一下 你就看到那個 有一個agent 然後 那個agent interconnected 然後 然後 你再go back 然後去 然後用Mesos execute 那個cri 去launch一個container 然後那個 Docker image 是redis 然後用那個 然後用那個 default entry point 然後 你就敲幾句名 然後這裡是沒有任何 Docker team 很 involved的 所以所有的東西都是 都是Mesos本身在 在處理 你會發現那個task 已經在running狀態 然後你就到那個地方 再去看一下 然後你會發現那個task redis那個task 已經在那邊 然後你去 你可以點去那個sandbox 裡面去看一下 它那個redis 然後 然後 這個跟Docker其實是一樣的 然後你會發現 那肯定人已經出來了 然後 然後redis 一人在那邊 對 反正就是 就是 Damonstrate 你可以洗一個 Docker 比如說redis 就是我直接從Docker 號碼圖下來 一個redis 然後沒有任何Docker 在中間 然後 然後 下面一個我想 Damonstrate 是 就是一個CMFS的feature 就是說 其實除了Docker的鏡像 一種標準以外 還可以支持其他鏡像標準 然後我在那個機器上 裝了一個CMFS的那個 server跟client 然後我先 先把那個CMFS的server起來 然後 然後我裝了一個 裝在那個 cmfs.mesosphere.com下面 然後 我先看一下那個CMFS 它自己的環存 那個size是多少 然後我先把那個環存清掉 就是說 它會環存一下的人 但是你可以把那個環存清掉 所以我先把那個環存清掉 所以我先把那個環存清掉 你可以看一下 通過那個命令好 你可以看一下那個 cache the size 然後看一下cache the file 然後這裡面什麼都沒有 然後你再重新一下Agent 把那個image backhand 切換成發音的 因為 CMFS的話 你不需要用cob 因為cob就失去它的意義了 所以你把那個 backhand切換成發音 然後 以後可以加一個auto 就是我們會自動幫你pick 但是現在你要自己 指定一個backhand 叫發音 然後你起了那個Agent 然後你可以 然後去那個CMFS那個repo 看 就是我裝在那個CMFSrepo 那個那個server裡面的寫發 我裝一個ubuntu 一個sshd 然後我們要用那個ubuntu的那個image 然後 你看到就是 這就是正常的一個ubuntu的一個景象 我從那個 DogHub上拉下來的 然後 然後你就 同樣用那個 Meso Static的那個command 然後你要指定的是那個cmfs image 是那個mesosphere.com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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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就很快的 可能是就沒有任何download 那個ubuntu也其實還挺大 然後你可以去那個sandbox裡面去看一眼 就是那個執行的結果 然後 就是 然後 就是把那個 那個 那個content打出來 然後 這個比較那個 有意思的是 你可以 通過那個命令行者 就看一下它到底cache了多少那個bids 因為你如果只能一下ls的話 它其實不需要用到很多那個鏡像裡面 整個ubuntu的鏡像 然後 這些就是整個ubuntu鏡像裡 ls用到那些library 然後 其他的 其他的一些library都是沒有鋪下來的 所以說 這就是 Demonstrate 就是 Mesos Continuar 這個功能就是 比較extensible 你可以用Dogger 你可以自訂 你用cmfs 可以自訂一些鏡像 然後 cmfs可以幫你解決一些 那個registry scalability的問題 然後 這就是我們的talk 然後下面就有時間留給 有什麼問題可以來問我 還有 Gilbert 請問就是說 因為我們一直在 那個Dogger Teamwork的差別 那像咱們那些agents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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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有些 Dogger Teamwork 或者 那些 對 對 這個你可以 有很多解決方法 一種是你如果你有cd的話 你可以用cd 去 那些 所以你的問題就是說 你有一些 其他一些守護進程 你還是要扔在每個agent上面 然後你怎麼去扔那些進程 然後有很多解決方法 然後一種解決方法就是說 你可以用cd去 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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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agent box 都有一些 預留的空間 然後可以讓你去 通過Marathon 或一些 其他 去去 那些 守護進程 就是 因為其實你不用擔心 agent掛掉 因為agent掛掉不會影響 那些守護進程 其實你只要 那些守護進程 還有就是我們有考慮就是說 Mesos會加一些 就是一些 feature 比如說像 Criminalize a demon set 那種feature 就是說 別人說 我不管你有多少agent 我一定要在每個agent上 有些交流 然後那些task 就相應的守護進程 然後我們google 就是說 所有那些container 最好都是Mesos來管理 你不需要任何 out of that 就是我們的想法 當然現在 就是demon set 那個feature 還沒有在做 但是你有考慮在做 然後應該很快吧 我覺得 因為這個東西 因為不是特別難 然後 然後 然後現階段 如果沒有demon set的話 你可以說 是預留一些空間 然後通過Marathon 去調理那些 那些container 或者說你可以用 cd的方式去 去那些守護進程 還有 還有什麼問題嗎 大家儘管問問題 然後不要 然後那個 請問一下 就是 就是 unify container castle 跟mysos 是一個 強 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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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一種 就是 跟kubernetes整合的方法 然後我們也是 就是我們在 design unify containerize 的時候 containerize 這個component 跟agent 其實不是強 合作的 它就是中間一層 很clear的interface 所以說如果你以後要把 containerize 原來的脫離出來 也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對 還有問題 還有一些事 還有問題嗎 好 我想問一下 就是 用了這個 那就是 unify 之後 比如說 如果 有多可的鏡像 比如說 有其他鏡像的話 他們這些鏡像 管理有沒有一個管理工具 對 你有很多方式 就是我前面 在那個topic中 也有搶到就是說 就是 有很多公司 其實他們沒有用任何鏡像 就比如說 Java的話 可能就是一個JAR 或一個TAR對吧 然後 因為在推的 那時候我在推的工作的時候 就是說 他們沒有用donkey container 然後他們所有的 application的data 都是存在HDFS裡面 然後 Mesos當起一個container的時候 它 specify一個URL 說這個是 你的binary的URL 一個TAR的URL 然後Mesos 那些fetch 會把它fetch下來 然後解壓 然後就可以問你的command 這是一種比較skillable 然後 因為你HDFS 是一個比較well用的 比如說 或者說 你在那個cloud裡面 你可以直接用s3 這種都不用你自己去maintain 是吧 所以這就是減輕了 你去maintain一些 Docker registry的 那些 那個overhead 然後當然 如果你一定要用鏡像的話 我前面講就是說 你用其他鏡像 你可以自己去放一些 你怎麼去fetch的標準 就比如說 你可以說 我fetch的那個鏡像 我是host 在s3裡面 或是gfs 你可以自己寫個fetch 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 所以這些都是比較 比較可查達化的 就是Mesos裡面就是說 我不定義 我不想就是讓用 我不想就是說 Mesos不想就是說 讓用戶去做某件事情 Mesos想說 我支持所有那種可能的方式 然後讓用戶自己去挑到它 想自己實現的方式 然後Mesos本身會做得很模塊的話 使得你可以做任意的扣展 就是我們那個內在裡面 還有什麼問題嗎 想問一下 就是Slave升級的時候 然後就是 UNIFE的這個container 會重啟還是會 不會重啟 所以Mesos從一開始 就是可能是0.10 還是0.09的時候 就開始就支持 Agent掛掉以後 container都不會重啟 然後我們一直就是 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feature 我們一直會 Nutain這個feature 然後 其實就跟你說 就是 就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最早在推特的時候 我們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 就是重啟Master 或重啟Agent 所以一旦碰到bug的話 我們就重啟Master 比如說MasterMemory 用了它 比如說有Memory Neek的話 就是重啟Master 它是沒有任何的關係 Mesos就是說 任何的 component 都可以被隨時殺掉 然後 重啟不會 它做了一些 下面的那些container 那這個其實是 就是跟Docker 用的時候的一個 一個很好的一個主持 就 對 你好 我有個問題 那個Mesos 我看到Mesos上面 應該是 它不能用 那 那個被 系統 比如說Page Cache 到Page的一些Memory 那些 就是Mesos是不能使用的 它認為那些是被占用的資源 對吧 你說Page Cache嗎 就是 就 Mesos本身沒有Model Page Cache 就是說 但是C Group 會Account for 那個Page Cache 如果你有C Group Memory 那個C Group的話 你用的任何Page Cache 它其實會 那個 被算在你用的Memory裡面 然後如果你超過你 那個Code 比如說你說我申請了2G 但是Page Cache 超過2G的話 可能會 會把你的那個 那些 如果沒有C Group Memory 適合 適合 我可能沒 我說清楚我的問題 哦 不好意思 那我可能沒聽清楚 再等一下 就是說我們用那個Free 然後看到系統上的一些內存使用量了 然後那些內存有一部分是被 就是被Buffer掉了 或者說是被那個Cache掉了 然後就是被其他程序可能被保存到那個Page Cache裡面嘛 然後這部分程序的話就是我覺得可能是 它是可被利用的 因為可以Page Cache可以被Jump掉 那這些內存其實是可以被利用的 然後就是我現在看到就是Message 你不是認為這部分內存是不可以使用的 是嗎 你是啟動的時候 你是啟動的時候 你是自己指定那個Box上面有多少Memory 還是 還是 你是幫Message自己detect多少Memory 啟動的時候 參數就是 沒有指定這部分的參數 那就是Message它會自己去detect有多少Memory 然後對 Message這是一個問題 但是其實大公司很多都是它指定-dash-resource 所以有多少Memory 你不需要讓Message自己去detect 所以你自己detect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Memory那個size變掉 或者Disk size變掉的話 那個Message是會flat的 所以說一個很好的practice就是說 你用你的Script去把那個resource detect住了 然後當你啟動Memory的時候 你把resource那個size fix了 然後就是一個就是我知道大部分 大部分公司都是這樣說 如果我們可以offline交流一下 然後 我還是沒有特別明白你這個問題 因為 你靠那個 對 待會交流一下 我沒有聽明白你的問題 謝謝 不好意思 還有什麼問題嗎 那反正有什麼問題 待會兒會會交流一下 就先這樣吧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Thank You